还有更多新闻来看简讯 8月29号EZ-BY有限公司的第三届EZ-BY与少儿流动图书馆的公益服务项目 在曼谷苏昆义S319店启动 曼谷市市长苏昆潘出席 EZ-BY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为顺应2013年阅读城市的政策促进国内少年儿童阅读水平 同时也能够激发少年儿童的读书热情 这些少儿流动图书馆将送到在曼谷的50个社区的政府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相信此举会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 培养读书兴趣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这些针对少年儿童的图书都是由南美图书出版社赞助的 本台记者曼谷报道